第17題喔 請你打100顆星 因為這個題目是你最容易犯錯的地方 不管是在國中或高中 都很容易寫錯 為什麼呢 我們看一下 題目乍看之下 它怎麼出的呢 它是寫說4x2四方-1 除2x加1對不對 看起來好像很簡單 就老師啊 就一樣的做法啊 怎麼做 就寫4-1 然後這裡寫2加1 就搞定了啊 注意看喔 這邊是有問題的喔 哪邊有問題 你知道嗎 這邊要小心一點喔 這裡是不是二次方 照理說後面應該要有一次方才對 可是因為一次方沒有 所以這邊呢 我的動作要做 那什麼東西 那補0 補0 補0的意思是什麼意思 是說正常情況下 一個多項是應該要有 二次方一次方長處 這樣子按照順序的嘛 可是 像這邊直接從二次方 直接跳長處這樣對不對 中間的一次方是沒有的 沒有那個部分你就要幹嘛 補0 聽懂嗎 所以這要寫0喔 你如果沒有寫0的話 答案就錯了 會啦齁 好 接下來呢也是一樣 來2加1除以4加0是怎麼說 一樣 雖然第一個數字一樣對不對 所以就二次過來變成了 4加2 對不對 然後一樣往下減 4減4 0減2就變成了 負2減1 來多少 負幾 負1 負1乘以2就變成了 負2 負1乘以正1變成了負1 他剛好什麼叫做 真粗 所以很明顯 他的傷是多少 2一個減1 傷就是2一個減1 阿余4勒 對 余4就是 0 這樣會嗎 還沒結束還沒結束 要稍微等一下下 那第二小題呢 第二小題題目是寫的是 3x2次方加5x對不對 好 原本該怎麼寫 3加5 除以多少 1加5對不對 好 以四樣有問題 正常情況下 應該是2次方一次方常數項 他沒有常數項 那怎麼辦 你這邊要寫0 這邊小心喔 這邊 要寫0 會嗎 會啦齁 好 OK的話來繼續往下做 也是一樣 1加5總變成3加5 我說讓第一個數字要一樣對不對 所以幾多少 3 所以3乘過來變成了3加15 然後一樣往下減3.3是0 5減15 負10 負10加0 對不對 也是一樣 1乘多少變成負10 就負10 所以負10乘過去變成了 負10 減50 所以往下減 負10-負100 0減負50呢 50 所以很明顯 我的3是多少 3 3 3個是-10 再講一遍 這個是常數項 前面就是一次方 不要忘記了 再來一次呢 就是這個數字 50 這樣會啦 OK 好 這個禮拜寫上去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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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